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女士好了 女士 女士 四位大哥美女 好 來 吃牌 歡迎 好 那麼三位都是美女 OK 歡迎 乃哥有一個不是很好的數據 在台灣每十萬個女生就有八位 患有 是 而且這個比例逐年增加中 重點是卵巢癌死亡率 是復科癌症中最高的 是 而且你會發現都是晚期是不是 對 就是美乎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講 你看我在節目又要講一次 對 我知道對女性真的要多一點愛 多一點關心 對 對不對 我們常常這個身為人母 有時候要當媽媽的 或是當一般的 我們講女性的朋友 對 我們平常來講 就要多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沒錯 請定情見檢 對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四位 你看 刷一排婦產科醫生 今天很重要 今天三位很賺 沒有 今天最重要是電視前面的觀眾 也要特別注意看我們這一集 沒錯 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來問您解答 好 對 我們接下來看看誰呢 嘉欣姐的第一個疑問 來 請幫我們 立婷姐 別這麼說 別這麼說 請幫我們撕板吧 好 幫我們看看 妳第一個問題是 驚奇大量出血 嚴重頻血無法走路 這麼嚴重 大量出血了什麼原因嗎 其實就是 子宮肌瘤 大概五年前到前年 這中間 就是我逐漸的下降 剛開始的時候 只是覺得 就是 好像 後來徐旭漸進到 最後 不行的時候 我血紅素 只剩3.2 這麼低 正常多少 請問正常多少 12 正常12 妳好低喔 我 因為我五年前 剛開始的時候 我去那個 就是我們家附近 附產科 沒有 那時候 可是我去驗血驗藥 我有一天走路摔倒 我心裡想說 好端端的 我為什麼會摔倒 然後後來我就感覺 自己是不是身體 有一點異樣 那我就去 很簡單的做 淹血淹尿 然後那個時候 你知道一般來講 家附近的門診 他不會特別 就等妳回去嘛 當天下午 他就急摳我 他說這個人 可不可以趕快過來 然後他說 妳是不是胃出血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 妳的那個 想說只剩6.5 那我就說 我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先生 何澳姐有陪我去 然後他就叫我 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下眼瞼給他看 他說妳看 妳先生這樣一筆 它是紅的 是白的 對 那我就想說 你會不會怎麼樣 我就覺得還好 你會不會有點暈暈 沒有啊 我就照樣這樣過日子 那最後3.2的時候 是因為我的一個醫生朋友 那個打電話 就是跟他講說事情 他說這個人是誰 他現在還走在馬路上嗎 他沒有辦法去出血嗎 真的 然後就是說 然後我才尋求正當的管道 然後去做治療 那之前其實我也有就是 想說 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也很不應該 我就是對醫生隱匿我的病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你知道 剖腹產很痛嗎 那我心裡想說 我要等於再去剖一次 再生一個小孩嗎 所以我就是很不願意真的 再躺到那個手術台上 而且因為我發現時間有點晚 我一直心裡想說 我可以跟更年齊賽跑啊 我是不是可以跑贏他 然後我就發現 我覺得我的那個月經的那個週 週期越來越短 就是可能兩三個禮拜不到 就來一次來十幾天 真的是那時候 一直在施血 一直在施血 一直在血冰你知道嗎 我馬上去回診的時候 醫生就馬上立刻把我送到急診 然後立刻你知道 有什麼病是可以 馬上立刻回復的對不對 沒有啊 任何病 都是需要有一個緩衝 可是只有那個 輸一千CC的血的時候啊 人活過來了 馬上死了 氣也有了 兩個大聲還會罵人 對 我幫你耍大碗兩岸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人可以好好的 是長這樣喔 不然真的 我在家裡真的是煮一頓飯 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我要去躺 躺到下一頓飯 趕快就起來煮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 那一段時間那兩三年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很像 你知道嗎 兩三年 拖兩三年 對啊 我一直想說我是不是好 因為就是每天在家 然後那個生活都有點像 是什麼那種外傭 然後都不能出去 其實是我自己出去不了 所以後來 我去年二月動的手術 以後我才知道 原人生有彩色的 我現在可以來到這裡好好講話 而且裝器十足 對 我之前之前 我真的心裡想 大家不要認為老人家 因為我以前一直不曉得自己 其實就跟那種七老八十人一樣 講不出話來 因為就是沒有力氣講話 所以現在整個恢復了 整個恢復了 我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心裡想 不用吧 不用再挨一刀 其實就是等到更年期就好了 對 給你介紹一位雞流達人 雞流達人 雞流達人 其實這種故事 我每個禮拜都要聽幾十件 血紅樹小五以下四以下的 我每個禮拜碰到好多位 不是特例 我碰到血紅樹最低的是1.9 這種人 他還可以走進你的醫院 對 我說你怎麼還能活在世界上 因為那個年 百里泛黃 你知道嗎 是 我說你怎麼會拖到現在 他說 我說你至少應該吃薄血藥 吃那個胃腸不舒服 我說你至少應該輸血 我說一個朋友輸血不好 我說你會開刀 我朋友開刀不好 對 他說一個朋友 就影響他全部的決定 你知道嗎 那但是重點是有很多人 他居然不知道他的貧血 就是始終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子宮肌瘤 或子宮肌腺症造成的 占了很大量 那這個 為什麼你很痛苦 因為你的血紅樹低的時候 你是沒有氧氣 氧氣不足 因為血紅樹帶氧 就沒有氧氣 所以你當然沒有元氣 整天的昏昏昏昏昏昏 想睡覺 你那時候你爬樓梯看看 你跑不了 我那個時候覺得我走平地 都像在爬山 然後最後我要去書寫前 最後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想說 我要去菜市場 買兩串葡萄回家 然後我 然後那兩串葡萄 左手一袋 右手一袋 走去車上的時候 我心裡想 為什麼這個葡萄 是有多重 我連葡萄都拿不了了 天啊 太嚴重了 但實際上 我們對於子宮肌瘤的追蹤 是多數是追蹤沒有錯 那少數有症狀 嚴重的 我們會判斷需要處理 那我分享一個 比較特別的案例是這樣 有一個40歲的女生 她來找我 就是說 她已經看過很多醫生了 大家都叫她開刀 可是她的肌瘤有10公分 那醫生跟她說 沒辦法用其他方法 就是要開肚子 她不願意 我說 他說 不對 你的肌瘤長在子宮腔裡面 你不是還沒有生育嗎 那怎麼能切子宮 當然不能切子宮 就算生育過很多人 也不想切子宮 對 我說你在子宮腔裡面 那醫生有建議 他說他們都說告訴我 子宮肌也沒辦法做 因為太大顆 我說確實太大顆 我們一般子宮腔通常 4公分以下才直接做 如果超過4公分 我們就打針 讓它縮小再來做 那你這個10公分 可能要打針打好久 可能要打一兩年 都還打不下來 因為太大顆 他說那有什麼方法 我來找你做海浮刀 我說可以 但是你還沒有生育 我要保護你的子宮內膜 所以邊邊不能打 他說我都做過功課了 我知道 你邊也不能打 只能打在中間那區 邊邊要保護 要生育 我說所以最後會殘餘一部分外面 但是你終究需要子宮筋清出來 那這樣會比原來直接清簡單多了 因為中間打完 你就都是怎麼這樣爛爛的 像那個布丁 或者像蒟蒻這樣軟軟的 很容易清出來 外面那一圈是肉 我會幫你清掉 後來很順利的就做完了以後 我跟他說可是你40歲 我覺得不太樂觀 應該要做試管一個 結果過了三四個月 他跑來跟我說醫生 這段你 這間你就判斷錯了 我自己懷孕了 我說哇 那就佩服你 應該你老公也滿勤快的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月經都還沒了就懷孕了 不是很輕快嗎 但是重點是 我們把子宮腔的空間清了出來以後 他就有空間可以懷孕了 所以我們趁這個機會 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月經血很量 如果太多 最可能的就是子宮肌瘤 再來就是子宮肌腺症 肌腺症就是 子宮內膜意味到肌肉層裡面去 再來就是子宮內膜增生 就內膜變得厚 增生 再來就變成癌症 內膜癌 然後子宮內膜息肉 它是比較軟性的 像肌肉是比較硬的 另外一個大家可能容易忽略 就是 容易出血量很大 那相反的液晶量少 大部分是 比方說早發性的停經 或者 有的人十幾年前就會開始這樣 停經前十幾年 那子宮腔的沾黏也會造成 以前如果感染或者手術後 手術過後容易 所以像我剛剛講 那個子宮肌我們通常都會放 防沾黏液在裡面 避免 減少它沾黏 或者避免它沾黏 大概就是吃口服避孕藥 或者子宮腔裡面裝的 子宮內頭藥系統 那裡面都帶了防體素的 或者是口服避孕藥 它們都是會造成荷爾蒙的 會造成液晶量比較少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容易忘記 就是 假狀腺機能的抗進 會讓液晶量變少 抗進也會 對 所以我們在婦產科醫生 常常也要順便處理 假狀腺的問題 那低下呢 低下的時候 液晶量會變多 低下就是多了 乃哥你最近要檢查事例 沒有 我看著左邊望著右邊 所以女生越輕來這個判斷 也是要 所以這剛剛那個手板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自己知道 為什麼會多 為什麼會變少呢 就哪些的狀況 所以月婷姐你是多還是少 量嗎 其實我反而回到年輕的時候 第二天量比較大 然後接下來就順序漸進 就少了 大概四五天 我反而是這幾年非常的規律 然後我大概發現到我的子宮肌瘤 是大概是四五年前 那因為其實我是怕死的人 我每年的生日都會去做子宮肌瘤 我便檢查 然後順便做檢查 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你有子宮肌瘤了耶 他說四公分你要多看看 而且你子宮肌瘤蠻多的 但是看看你的年紀 應該是就等他自己消失吧 因為你也要更年期了 好 我就等 等到現在 那我大概更年期是今年開始了 就開始有點從月經在亂了 從月經變成季經了 就三個月來一次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在亂的時候 我那個來的時候 就開始滴滴答答 一直不停 就一點一點一點這樣 量很少 量很少 但是就覺得很煩 每天都來 那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這在亂經了 去吃點什麼荷爾蒙 把它停掉 還真的停住了 好 接著又繼續過日子了 我是因為 我不曉得為什麼怎麼做運動 肚子都平不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躺下來呢 摸到肚子已經有 就是有點一顆一顆的 所以我今年又回去看 肝膽腸胃科 我就跟醫生說 奇怪我肚子怎麼樣 是不是肝的問題 他說 我說子宮肌瘤可能也很多 他說等一下我幫你看 肝的醫生幫我看子宮肌瘤 他說 你子宮肌瘤真的很多 我幫你量到一個已經有六公分了 我心裡才想說 之前那醫生跟我說要注意的事情 我可能現在得要 就面對了 也要處理了 還有我的月經還沒有停 代表他越長越大 那剛剛醫生也說過什麼 幾公分幾公分之內的 處理方式又不一樣 所以 昨天我就到醫院去檢查了 一檢查就說要開刀 而且他說你最大的已經七公分了 而且你那個大道已經壓到直腸了 你應該有便秘的問題 的確我有便秘的問題 對 所以 我也是現在很惶恐 我要不要開刀 然後呢 我們現在有很多 是 不是 其實有人說 身體是個小宇宙 你不要把子宮拿掉 可是我另外也有朋友說 子宮其實你生完孩子 剛剛醫生也說了 子宮生完孩子 他留在那邊怎麼 怎麼又是癌症 只會長髒東西 那我是把子宮拿掉就好了 到底該怎麼辦 我現在面對自己 左右紅綠燈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